有没有造谣 我不好说了 影射的杀伤力最大 我想各大媒体的争论节目 我几乎都上过了 从来没有看过 这个身穿五星旗的这个AI 所造出来的一个所谓背后指导 那你为什么要用这种课题 来恐吓台湾人民 难道反而我昨天问了院长 因为我了解到 民进党有一个中央厨房 他有好几个媒体的政论节目 都有一个统一的群组 今天要讨论什么 要攻击谁 哪一个攻击点 一清二楚 中央厨房 昨院长说没有 我说改天我把这个群组的 赖截土给你看 所以自己做的 说怕人 这个就是做兼劫 怕人怕挠人 又来了 所以我昨天讲 如果有 如果有 那更应该把这个人 马上要送办 对 他没有 他说他是时间到了 轮值的时间到了 回去了 那走了以后你才报这个 你在影射什麼 我認為沒有必要 他兩個月前就聽過這件事 他兩年前就聽過 不要說兩個月 他們天天在聽 他們天天在幻想 在幻聽 然後再引導到說 這樣NCC很重要 我當然知道 NCC當然重要 因為你們靠著NCC 在打壓其他所有的媒體 在前置所有的媒體 只要媒體報了比較公正一點 點出執政者的缺失 你們就叫NCC要出手 所以這種NCC還有用嗎 NCC已經把你們該關的都關了 然後現在還 前年不是搞一個數位中介法嗎 如果不是廣大的網友 跳出來造成莫大的壓力 早就通過了 所以為什麼在野黨 還有這麼多的聲量 我們靠的就是很多自媒體 我們靠的就是網路 現在網路還沒有被牽制 但是他已經想方設法 要從網路牽制我們的言論自由 這個就是現在的民進黨 所以所有的NCC 這七個委員還在 關人家電視台的 關電台的 牽制別人的 罰錢的 就是這七個委員都還在 那你現在是為了新任的 因為陳主委要走了 七月份就要走了 所以你為了要讓新的人事通過 還是為了要激起朝野對立 讓新的人事不通過 讓舊的人事繼續幹 所以我們也要提出修法 萬一新的人沒有通過 你舊的任期到還是一律解釋 今天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中國大陸派人來 在檢視我們的媒體 欸 議長啊 你面去什麼 他在檢視我們的媒體 在幫我們操作 你為什麼 是派世家 你跟我調柑幫他走 還有這個媒體可以這樣補 當然不行啊 有這個屬性 有這個屬性 你為什麼幫他走 這個屬性 發生的事情 是不是都知道 你如果這次陸委會來跟 大家都知道 我跟你講 他做的 如果有這個事情 都跟各黨一樣 各黨也利用很多媒體 還有中央廚房 好 每天都要討論什麼 今天討論韓國瑜 問一下才討論很多東西 好 是曉青 菩萊 講話 大家 每個人都說一樣 你如果說他們是這樣就對了 沒有這個中央廚房 你如果知道是這樣 沒有這個這樣 你回去炒 我會提供 一個共同的群組給你 我跟你說有 你說沒有 我會說我不會說白炒 我的人 我是這樣 吼 跟空主說說的 軍主天氣原理 就機性了 我的人 我會選擇 沒有說 但是我不會說白炒 齁 所以你 愛的資料我可以給你 好 這個錢 你要幫他走 跟委員報告 他是因為輪調回去了 輪調回去 人回去 你說 久才你們說就對了 是有啊沒有 有這個事情啊沒有啦 我們現在會跟文化部主管機關 一起來 來做行政調查 沒有調查 等報了 今天自由不是報導那個新華社 對 介入到那個媒體的運作嗎 嗯 然後結果卓榮泰就說 最正式的NCC人效能外通過 他們是用抗中牌去施壓藍白嗎 現在當然就是用影社的殺傷力最大嘛 那請問是哪一家媒體呢 那要不要公佈出來 讓這家媒體能夠這個 正大光明的告訴大家說沒有 再來NCC跟這件事情的關係 NCC有在查媒體嗎 有在查媒體內部 按照卓榮泰的說法 NCC會去清查媒體內部 有什麼樣的人員喔 但是這應該不是NCC的業務吧 所以NCC的人事案 你們如果能夠提出好的人選 自然有機會能夠通過 如果你們還是提的像過去這樣子的人選的話 那當然我們要審慎的 那當然我們要審慎的來評估 所以我覺得利用這個新聞 然後一個不具名的 沒有根據的消息 就想要去把NCC的人事強度關山 我覺得這一點呢 用這種方式 民進黨真的已經老套了 今天自由時報報導 說新華社的記者去介入台灣 政論節目的運作嗎 然後現在這件事情 爆出來之後 卓榮泰人說 哇這個就是NCC人事案 要趕快過 那這是不是用抗中 來施壓藍白 要過NCC人事案 這個關聯到底是什麼 我個人覺得說 這個是不是有新華社 來介入我們的政論節目 這可能要取決 這個事實的一個真假 還有目前的證據 到底是查在什麼樣的一個地方 如果真的所屬實的話 就把攤開證據 那當然會有一些 這個像NCC部分 要做出立即的一個處理 但目前都還是停留在據說據聞 我們還是要看看實際的一個證據 才有辦法 對於後續做出一些的評斷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爆炸都沒有特別點名 有的話你就點名 對 謝謝 有的話就特別點名 那搞得好像媒體這些人說 是我們還是我們 我覺得這就是 目前民進黨的一些手法 他不斷的用認知 這兩個字來去不斷的叫騷擾 然後告訴你 只要任何訊息不正確 只要任何訊息跟對岸有任何的關係 他就會用很誇大的方法 來認為他們來滲透 然後對我們台灣人民 必須要提高警覺 那也開始指控 因為是這樣 所以藍白才需要擴權 擴權的背後 都是由習近平來做導演 等等之類的 我還是一句話啦 習近平跟我們是不太熟 真的還是把賴清德 隨時記在心裡 會比較重要啦 最有感的膠原蛋白生態 即日起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養顏美容增強行動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裝好攜帶 成分天然零添加 無吸藥 不含重金屬 安心食用 兩款包裝給你滿滿膠原蛋白 桃紅包裝助養顏美容 藍色包裝增強行動力 心動了嗎 現在就上快點購 一起健康下單吧 1週末 1週末 5月 3月 4月 9日 4月